在旅途中美食能让人心情愉悦 各个国家地区的各种菜式也能让人大掌见识 大饱口福 那如果到了香港及澳门旅游 请一定要想尽办法去十字名归的米其林餐厅 不要让你的旅行留下遗憾 那究竟香港和澳门的米其林餐厅又有哪些呢 关注我们让我们来告诉你 那你知道吗 2022年米其林指南香港澳门新级榜单发布会 以在线形式发布 今年香港获新的餐厅共有71家 其中7家三星餐厅 12家二星餐厅 52家一星餐厅 那澳门则是15家 包括3家三星餐厅 6家二星餐厅 以及7家一星餐厅 那究竟在整整86家的香港与澳门餐厅当中 哪些最具特色 哪些最合你的口味呢 这一期就让我们先来盘点部分香港的米其林一星餐厅吧 Louis 时尚法国菜餐厅Louis位于中环压巴滇街35号PMQ 那这一家由法籍厨师Julian Royer监督的餐厅 坐落在极具历史价值的前已婚警察宿舍 设计师以复古墙子 水晶灯吊饰等等布置 重塑30年代殖民地风情 那酒吧全日供应小食和美酒 走到楼上的主用餐区 则可享用选料上层 卖向精致的法式菜肴 冷肉坯 烤本地三黄鸡 及自制雪帕 均值得一试 更有试酒师提供配酒服务哦 文华厅 那文华厅位于中环甘诺道中5号 文华东方酒店25楼 文华厅于2020年重新装潢 采用深蓝色调配合 鸟笼设计的吊灯 融合中西设计细节 环境依旧优雅 菜单则加入了不少传统手工菜式 同时为经典注入新元素 例如特色菜松茸隔渣 那不论点心 烧味或小菜 皆展现了厨师团队扎实的厨艺 酒单方面也增添心意 引入了蒙瓶平常 游四九只为客人挑选餐酒 惊喜十足哦 文华爬房加酒吧 那位于中环甘诺道中5号 文华东方酒店一楼的 文华爬房加酒吧 是一家时尚欧陆菜餐厅 那室内设计出之以顾名家 Sir Terence Corrent的手笔 那优雅而明亮 天花板上的散型图案 呼应着酒店的标志充满巧思 菜单主角是来自美国 澳洲和日本 以及木炭烧烤的优质肉品 也有牛肉踏踏 腌三文鱼等经典欧陆美食 客人可于菜单 选取前菜和甜品 搭配扒类 组合成三至五道菜的套餐哦 万豪经店 那翻新后的万豪经店 以中式庭院为主题 千牛花吊灯充满特色 万豪经店设贵冰箱房 适合商务宴客 菜单就包括了自家吃的点心 深门海鲜和精致的粤菜 传统与创新煎备 那贵妃叉烧选用了西班牙黑毛猪 肉质千细 香味浓郁 杏仁浓汤煎花椒 外脆内软 那亭黄花椒鲜鱼汤 新鲜香甜 但每天限量供应 建议预定哦 餐厅就坐落在金钟道88号 泰谷广场JW万豪酒店三楼 明格 那在旺角上海街555号 康德斯酒店六楼 有一家粤菜馆叫明格 明格餐是装潢典雅 以青铜器做摆设 但最引人注目的 还是门外的玻璃酒窖 那其库存丰富 毋庸置疑 市酒之人不妨请服务员 协助挑选家酿佐餐 那具20多年入竹经验的主厨 由开业效力至今 其招牌菜 太白醉翁虾 及明格榨子鸡不容错过 点心以由世界各地进口的 食材炮制 例如以蓝天使虾 制作的虾脚 叫人耳目一新哦 New Punch Up Club 这家印度餐馆 位于中环云玄街34号 世界商业大厦地下 这家餐厅供应 北印度美食 客人会找到众多 以土摇炉烤制的佳肴 招牌菜多不胜数 包括于本地 桑黄鸡烹调的Much Magi Ticker 拿咖喱角与卤烙 混合咖喱绒 及脆面而成 同样值得一试 菜式分量较大哦 大家可以与亲朋好友分享 同时可以品尝多款 以沾酒调配的鸡尾酒 这里服务友善 令人感到兵质如归 建议网上订做 彭庆祭 那彭庆祭就坐落在 跑马地 亦应接25号 彭庆祭自2001年开业以来 一直服务跑马地居民 并以家常小菜和传统菜式 打响名堂 交易户晓的菜式 包括了波仔焗鱼肠 生炒糯米饭 以及泰式五舌羹等等 那以大鱼下巴配于江葱熬煮 名为姜葱鱼票包的菜式 为特别之作 食材由老板每天亲自采购 限量供应 座位数量不多 建议提前定做 破翠 破翠位于金钟法院道 太古广场 港岛香格里拉酒店 56楼 那璀璨夺目的水晶吊灯 高贵的荣布帘幕 与一时不够的餐桌布置 让餐厅抵上奢华的巴黎沙龙外观 窗外美不胜收的海景 更是锦上添花 那餐单上供应的是经典法国菜 厨师团队 搜罗来自法国及全球各地的名贵材料 并以出色的技巧来演绎 那酒窖内的佳酿多不胜数 包括多个自1928年起 产自破翠酒庄的年份葡萄酒 ROGANIC ROGANIC坐落于铜锣湾 告示打道255号 信河广场UG城八号铺 ROGANIC是英国大厨 Simon Rogan的首家海外餐厅 崇尚自然有机 不仅在餐厅各处放满植物 更提倡产地直送概念 大量选用新界农场的有机食材 那50套餐价格相宜 另有6道菜及9道菜的肠胃餐单 个人更可以在吧台享用甜品 以及10令吉为酒 餐厅另外设有实验厨房Aulis 提供使用豪华食材 多达20道菜的套餐 ROGANIC同时也获得 The Michelin Green Star 美食与永续推荐餐厅哦 RUN RUN位于湾仔港湾静 一号瑞吉酒店二楼 有别于一般月菜餐厅 室内设计走欧陆路线 那既舒适又优雅 主厨以传统月菜烹调技巧 配合环球优质食材 制作佳肴并加入创意严肃 那从摆盘到味道都意识不够 菜单中不乏食令菜式 不仅选取当季材料 口味亦配合食杰 那同时也提供素食及无福之套餐 那餐厅备有式酒师和茶师 加上服务专业 用餐体验叫人称心 RIOTA KAPAL MODERN 喜欢日本菜的你绝对不能错过这家 坐落于中环安兰街18号21楼的日子餐馆 老板兼主厨以丰富经验 和当季的上乘日本食材 制作歌喷风格的日式美食 菜单更会随季节更新 其中晚饰套餐 包括了餐厅自家代理的清酒 让客人以美酒配佳肴 那建议坐在围绕开放式厨房的板前位置 好好欣赏厨食工价 餐室被落地玻璃围绕 加上名家设计的家具和陶瓷餐具 提供了餐厅独特的视觉享受 香工 香工位于尖东末地道64号 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地库一楼 那香工开业于35年 供应的传统粤菜一直不乏逢场客 那不时坐无虚席 用餐区装潢华丽古雅 水晶吊灯与宋代风格油画 多年来一直点缀餐室 用餐环境富有韵味 食物方面招牌菜 有锦绣新斑剑及胡椒橘大肉蟹 餐牌上选择琳琅满目 若难以决定 不妨点选厨师招牌套餐 一次过品尝多款招牌菜式 完全不用烦恼 嘉陵楼 嘉陵楼坐落在尖沙嘴 苏式巴厘道半岛酒店一楼 古典风格的幼木地板 配衬东翻地毡和彩色玻璃 以及一道道遵照传统烹调而成的广东菜 反映这家餐厅对传统的重视 但另一方面 主厨也为经典美食注入新思维 就有如加入了蟹肉 蛋白铜草的乳香龙虾球 或是以花入钻的时令菜式 那无视供应的点心不容错过 名茶选项近30种 那餐室内更是展出了古董茶壶收藏品哦 夏宫同样坐落于金钟法院道 太古广场港岛香格里拉酒店 五楼的夏宫 是一家米其林一新粤菜餐馆 以北京故宫为设计灵感 高雄的餐室 以及大红色的餐椅 配以传统中式屏风 金色丝绸画作以及雕塑 那加上华丽的水晶吊灯 营造出迷人情调 菜单罗列了各款传统广东名菜 招牌菜包括了沙江猪脚仔 豪黄极品鲍鱼 脆皮炸紫鸡等等 炖汤也是其专长 部分需提早预定 那五四十点心是不熟的选择 那名茶选项也相当的可观 易栽藤 那易栽藤位于中环金融街 八号四季酒店四十五楼 餐厅由日本大厨栽藤校师监督 虽已经开业预年 但人气持续高企 经常一味难求 要成功入座 必须在特定日子制店定做热线 成功的十六位幸运儿 才有机会于薄木制造的寿司台前就做 厨师以秋田及长野的米 混合组成寿司饭 结合顶级时令海产 鹿鹅岛泉水和特制酱醋 制作寿司 每一件都值得细味品尝 那盘点了三十家香港米其林一星餐厅之后 你最想吃的是哪一家呢 海鲜 法国菜 粤菜 时尚欧陆菜 还有烧辣 都有 香港的米其林餐厅啊 真的是多到没有办法一集说完 那想了解更多米其林餐厅的特色及卖点的你 记得先关注我们的频道 然后点赞及分享本期视频 下一期带你盘点更多米其林餐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